琳琅滿目的伴手禮全都擺放在桌上 这些都是来自台湾各县市最优质的伴手禮 经过竞赛评鉴出来 第四届台湾百大高柄伴手禮颁奖典礼在台中举行 各县市推荐出来来参加全国性的一个竞赛评比 那都经过我们这个产官协 这个评审严格的评鉴出来 我们是取一百名 不过今年大家产品特别好 所以摆到我们金纸奖就取了 评鉴通过是一百二十二家 另外其他是优质奖还有良质奖 评鉴以在地特色 整体包装设计和产品的潜力发展 以及艺文环保来做评鉴 也规划金纸奖优质奖和良质奖 来鼓励入选的业者 今年报名相当踊跃 业者用尽他们的巧思 创造很多新的不同的创新 特别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 很开心看到年轻人他们投入烘焙业 也利用他们的那个创造力 跟你以前不同的一些产品呈现在现场 年轻人投入烘焙业 将传统高炳加入了新创意 高炳有了新元素 开创新的商机 优良业者齐聚颁奖典礼 可以互相学习观摩 让高炳文化立足台湾 更要外销到国外 让世界看见台湾 民事新闻许家城林子强林静龙 台中报道